音波一向都受歡迎 這件事不容置疑,不用多說了 這次錄音機模式可以帶給我們什麼驚喜呢? 現在我們就直接來個變形 看看它的真相 坦白說,它的變化不能多到哪裏 它的套路是一貫大概的方式 首先把肩膀扣在背部 再把兩隻前臂、兩隻手扣在一起 作為一個變成一個盒子的變形金剛 變化不能太多 而這部份小腿拉部件出來,我覺得是有點新意 腳和小腿拉部件變成錄音機的兩邊 這些都是耳熟能長 大家玩過去玩熟吧 變形的過程和步驟,實試求是 很容易掌握得到 不會出現一些刻意做到複雜化的動作 玩的時候是頗有樂趣的 這些也是官方的優勢之處 有幾十年的設計經驗 之後就到這個武器的收納 它有三把武器 都可以將它們全部收納 收藏 去錄音機的後面 不是我們認知的一個窩紋 或者錄音機的完整盒型態 其實它只要將小腿拉部件 可能轉一轉,屈外背部件 就會整個形狀更好看 同一時間會影響錄音機的比例 我覺得這個取捨之間 反而這樣就會更加好 變形上來很爽的,好玩的 我自己也蠻喜歡 也蠻滿意 正所謂有句說話的,說真的 如果你是求精細,求厲害的話 不如玩MP,對吧 這樣說吧 這個作為以G1的基礎 去做reboot的產品 每一個角色 你都會找到那種新夠融會的味道 在裡面 例如這隻機器狗 採用了一個新的變形設計 變形方式 還有一些新的活動關節 在原有的味道上 作出一些昇華更改 甚至貼近現代需要的變更 在四肢上擱大了兩個關節 看清楚吧 它的變形是一個全新的設計 在四肢上擱大了 中央的大小鴻 上去就像大小鴻 但也看到大小鴻 在四肢上擱大小鴻 不停在一起 雖然是一個完全的 小鴻 大小鴻 直接用這條小鴻 在四肢上擱大小鴻 可以用砱大小鴻 用手指的大小鴻 用一種擱大小鴻 用手指的大小鴻 用手指的大小鴻 用頭指的大小鴻 用手指的大小鴻 在四肢上擱大小鴻 你會看到表面的圖裝是會仿照一些騎石帶的表面 它只有一面,另一面就沒有了 另一個就是激光鳥,相當不錯,我都很喜歡 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設計上都會偏向比較簡單 但它的豐富細節和豐富上色都令人不太在意一個簡單的設計 兩三下就變完了,很爽 其實有時玩玩具是求這些 爽快快,舒舒服服,那就開心了 當然一定要有這個我們最喜歡的功能 即是打開胸口 溫馨提示給各位 如果餅帶,你安裝的位置不夠好,不夠好 就有機會造成吸不住蓋 就算你吸得緊,也有機會造成打不開的情況發生 在這個胸口裏面,我調光了,看得比較舒服 有錄音機的內扣,那些黑畫 其實來到這個世代,大家也不會太在乎裏面是否有這麼細緻 不過公司製作給我們,這樣算是正,這樣算是開心 眼部用了透明件做一個處理 這樣就可以模擬聲音波講話的時候的眼睛斬下斬的效果 多出了或者暫時不用的武器,我們就可以藏在背部 而這三把武器有另外一個額外的玩法 我們可以將三把槍做一個小小的變形 組裝之後就會將它成為一把長槍 拿起來的時候還是有點怪怪的 身體就像頂著頂著 但其實多個玩法,得益的都是玩家 在可動方面來說,其實都是相當不錯的 足夠你玩的,現在來示範給大家看吧 用刀收拾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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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拾拾拾拾 因為真的有些難可為此,不如此關卡 我回家拍拾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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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次Lefx的限定音波介绍到此结束 我们在下一条影片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